做一个主题是 古代各个时期的审美标准 跟就是说古时候的审美跟 现在的审美有什么不同 我会从 我会讲一些小小的 就是每一个时期 汉朝啊春秋战国时期跟 就每一个时期觉得漂亮的真的都不太一样 好 鲋 鲋 鲋 鲇 108 鲇ref 鲇 溺 鲇 鲇 鲇 影 ced 鲇 鱇 鲇 歡迎來到飛碟聯播網南台灣之聲FM103.9 歡迎收聽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包姊妹某主題 哈囉聽眾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二月十一大家新年快樂 雖然這日間已經開工了啦 可是今天又是開工第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所以等等又可以放假了 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網路上面的一些圖 有沒有覺得古時候的美女跟我們想像的美女好像不太一樣 像我以前可能會把什麼貂蟬啊西施啊 想的就是可能很像android baby啊或是 很像底力熱鬧那種我們現代覺得很漂亮的女生 可是後來看到就是有一些 文應該說有一些圖吧 以前的圖 然後就發現 以前的美女好像跟 我們現在的認知美女的長相 好像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我想說來跟大家聊聊 看看在古代各個時期的審美標準 或是來看看你在哪個朝代是個美女 好那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知道在以前就是上古時期 我會從上古時期開始 跟你們聊聊這個審美的標準差異 在上古時期是母系社會 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這個報導才知道的 那其實以前的人也沒有那麼多的化妝 跟現在才很多 他們唯一 他們的審美標準就是 生子跟生產 就是你會比較會生小孩 這些就是他們美的標準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覺得漂亮的是粗壯結實的女生 因為在那個時候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嘛 那時候女生也沒有什麼飾品或是服裝可以戴 都是非常簡單的一些可能花啊小東西而已 但是從考土文物出土發現呢 有一些非常簡單的古製或是木製的飾品 也是展現了那時候女生就已經對美的開始的追求了 然後呢接下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 這個時期呢是被歷史學者稱為 中國古代審美變化的四大轉折之一哦 這個時期呢中國社會 逐漸由奴隸制度轉向封建制度 處於社會的轉型期的人們 所以審美觀也會跟著改變 那這時候呢男生開始提倡 柔弱順從 就是要女生柔弱順從 其實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大男人主義 就是要女生柔弱順從的美女觀念佔了上風 然後呢那時候的士大夫呢 又盛行精緻細膩的審美觀 人們開始注重女生的面部形象 那你要柔弱細膩的女生呢 才會被奉為美女 那春秋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施 好吧其實我也不知道西施如果放在現在的話 我們到底會不會覺得她是漂亮的 好那接下來呢跟大家介紹在漢朝時期 在兩漢時期呢 兩漢時期的美女就變成說你要秀外惠中 你要聰明啊 然後你可能要有智慧啊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的女人 那時候女人的美尚未取得獨立的價值 人們呢雖然會欣賞女生的美 但會更強調道德 漢朝時期的時候 表現出了以德壓美的傾向 就是你的如果你的品德很很高尚的話 可能可以壓倒你外表的美麗 那到了後漢時期還有三國時期呢 人們對於美貌的欣賞 變成了玄學化 審美達到至今至今哦 人不可及的哲學高度 其中以朝職的洛神父為代表 最有趣的是漢朝的女人們臉上的妝容 他說漢朝說女人們把臉磨得雪白 嘴唇用口紅 就是用紅色的顏料 並且輪廓畫得很小 這說明從那時候面如凝枝 櫻桃小口 便逐漸成為古代女性 美女的基本格調 那漢朝時期的美女代表人物就是 王昭君跟貂彩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嘴巴塗得紅紅的 臉畫的白白的 對 蠻像藝妓的耶 對 所以其實 真的不知道那個時候的美女 放到現在到底是不是適合 不知道耶 可能真的是古時候跟現在不太一樣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審美觀 這也是中國古代審美變化的四大轉折之一 是中國歷史上呢 著名的民族大融合時期 魏晉南北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 經濟啊 政治最混亂的時候 但是卻是精神上 最自由奔放 最熱情 最富個性神美的意識時代 那隨著呢 兩漢經學崩潰 就是漢朝時期崩潰 人們的個性開始到解放 佛教呢 也開始盛行 自然飄逸的 美盛行一時 所以呢 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開始盛行 自然飄逸以風 女性之美呢 開始獲得了獨立的價值 得到欣賞跟重視 那對於美的標準呢 也開始去在外在 你有沒有個性啊 還有你精不精緻 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呢 女性開始走向對於美的自覺的追求 這一時期的女生呢 都會穿的比較寬袖的短袖 還有會快要到地板那種長去 所以這個時期的女生的穿著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們的腰呢 腰會以爆腰 並且用衣袋來裝飾 就是在他們的那個腰那邊 會有一個裝飾 像看古裝劇不是都會有嗎 在他們會 我覺得其實很像現在的腰風的意思吧 當時還流行在頭上 插著那個花叉 和布瑤 嗯 應該就是會動來動去的 我是以那個我看古裝劇的那個 回想來這樣子講 這樣走路起來就會衣風飄飄 環沛叮當 就是頭上的東西會叮叮叮 然後衣服會飄飄的 進一步強調了女性的溫柔撫媚 婀娜多姿 好 那魏晶南北朝時期的代表人物是 蔡文姬 蔡文姬我比較不知道 好 接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隨唐五代時期 唐朝呢比任何以前的朝代都還要 增添了新的審美因素跟色彩 而且唐朝的審美趣味啊 在比以前還要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開放一點 就是跟以前的比起來 而且變得比較華麗 就是像魏晶南北朝 就是比較清飄飄的 很像仙氣飄飄 可是唐朝是華麗 還有比較 展露自己的風格 由於呢 隨唐是中國封建時期的鼎盛 鼎盛時期 所以其實呢 他們那時候國力強盛 然後所以就會比較出現了 雍容華貴的現象 然後呢 女生呢 其實通常都會以 比較以胖為美 所以我剛是不是開頭都說 看看你是哪個朝代的美女 其實如果呢 你現在我們這個時代 你是比較豐育的女生 其實你不是不美 你只是生錯了時代 你如果在唐朝 你一定是一個大美人 那其實唐朝呢 他們的女生啊 穿的是很性感的耶 就是我看到他們的圖啊 是可以裸露 就是會比較低胸的喔 我覺得在以前的古時代來講 算是非常的開放 對 然後他們的眉毛也都畫得非常的 羔羊 就是我應該說很往上化這樣子 那唐朝的代表人物呢 是楊貴妃 其實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武則天喔 就是范冰冰演的 他們那時候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回想 如果我們有去看五妹娘啊 五妹娘他們在裡面的穿著 真的都是比較低胸的 然後眉毛都會畫得比較高 然後臉上的妝都會比較 呃比較濃 比較濃嗎 對 所以 唐朝時期我覺得是我覺得還蠻酷的 好 那接下來呢 還有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的代表人物是 茂德帝基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的圖片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上youtube看一下啊 我們UFO1039 我的這個資料上面有他 我真的覺得算蠻漂亮的耶 宋元時期的美人 那你們看一下 茂德帝基 這個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也沒有讀過 那宋元時期呢就開始流行了三寸金蓮 所以蠶足的風氣 就是女生要裹小腳是從宋元時期開始的 然後就要削姦啊 你看這時候開始流行平胸耶 文弱清秀 唐朝的時候呢就是要風雨 然後宋元時期就變成文弱清秀 然後還要裹小腳 對到了明清時期呢 就變成了 那時候就變成資本主義了 就變得很比較接近現代了 那女性的眉呢 變成內斂的眉 就是其實就是像 慈禧太后那樣子吧 就是那個眉我也不太懂 對好那這邊呢 先以上介紹到這裡 那先介紹大家一首歌曲 我想介紹給大家的是 蔡依林怪美的 一首歌曲 我們來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 我會想先嗎 一首歌曲 最近的安裝 一首歌曲 沒力的 來它的 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 好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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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第一的意想世界 好 那其实呢 总体来说 我们中国美 历史的变迁就是如下 第一个呢 就是结实健康 第二个就是细腻柔弱 后来变成自然飘逸 到了糖朝变成雍容花贵 后面变成纤细腐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 再来分享 七个古代的人 拿命来爱美的恐怖审美观 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都不同 像是糖朝喜欢肉感的美女 汉朝呢 就是喜欢纤细的 就像很瘦的 才像美女 那到了我们至今呢 以前玉米虚也流行过一阵子 就以前一定要烫耶 你才吵 可是我必须说 我以前没有烫过耶 就是 我以前没有烫过 所以我觉得好险 他说不过现在 有烫过的全部都变成黑历史了 真的 他说还有我觉得以前我们 那时候刚才我还小 可是我看很多姐姐以前都 还流行贴假睫毛 就那个睫毛就要爆 就是爆肠的 然后很浓很浓很浓 然后其实 我也没有贴过假睫毛耶 可是那是因为我太手踩了 我贴不起来 我以前那时候 我刚开始要学化妆的时候 好像我也蛮想贴的 但是就是始终没有办法 对 然后我觉得也是黑历史之一 就像大家贴出来什么 2001年或是2011的时候 都蛮可怕的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年红极一时 现在回头看 却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造型 可是我是要介绍古时候的啦 古时候的呢 第一个 竟然流行那个 蓝绿色的眉毛 这个我也是着实 就吓了一大跳 蓝绿色耶 有没有办法想象吗 其实呢就审美观来说 眉毛的变化似乎是最大的 以前超流行细到不行的柳叶眉 对真的耶 就以前古时候画美女的画 是不是都会画一个很细细的柳叶眉 那他说呢 可是如果现在有人这样的话 绝对会被当成个怪人 对 不过你知道以前流行过彩色眉毛吗 就是在二三世纪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嘛 我说的是二三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皇上命令妃子们 要用蓝绿色的眉毛 所以呢 妃子们为了讨皇上的开心 就把自己的眉毛剃掉 然后想尽办法买国外进口昂贵的墨水 来画眉毛耶 画成蓝绿色的眉毛 也成为了当时炫富的方式 因为只有上流社会的人 才买得起这种墨水 所以有钱的人的眉毛 就变成蓝绿色的眉毛 对 这个也是很酷的 好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第二个 就是呢 他们的 他们喜欢 超级爆高的额头 这个网页真的是写这样 超爆高额头 他说呢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 十四世纪末呢 八个 巴利亚的伊沙坡皇后 超爱爆高的额头 还有跟又长又细的脖子 所以当时的妇女呢 为了符合皇后的审美标准 都会把额头的头发剃掉 有时候甚至连眉毛 睫毛都不会流 因为这样看起来范围才会更广吧 对 可是很难想象耶 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也可以上YouTube看一下 我们小编有把资料印出来 你们看到那个额头已经高到 已经高到头皮去了 真的是在这里 然后眉毛 眉毛剃掉的话真的是会很疯狂耶 所以如果像我们都高额头了 以前在古代的话 就是会 你是美女之一 然后现在的话就会很困扰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留超长的指甲 这个在古装剧里面 我觉得我蛮常看到的 其实呢 长指甲在中国流行呢 将近三个世纪喔 当时上流社会人士会把 无名指跟小指的指甲留很长 而且为了不伤到指甲 他们还会带上昂贵金属做成的饰品 来保护指甲 这种超长的指甲 同样也是地位的象征 因为只有完全不用做家事或是做事情的人 才可以留这么长的指甲 凡事都交给仆人做就好的人 才能这样子留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蛮有印象的 像我觉得图中 这个图这应该是慈禧吧 我其实我已经知道 他记起来我们慈禧太后的长相了 慈禧太后的这个 他真的是 无名指跟小母指带的 是爆场的耶 我觉得这个半夜自己不会吓到吗 如果我自己可能会被自己吓到 对 好这个是古装剧里面我们应该蛮常看到的 第四个呢就是白到不行的皮肤 他说呢18世纪的时候 英国超级流行接近死人白的皮肤 当时的女生呢为了让皮肤越白越好 甚至还会涂干掉的麻粪保养 不过除了这种天然的保养品以外呢 还有人会涂寒铅 铅就是铅笔的那个铅 寒铅的涂料涂在脸上 有些人呢甚至还会用 蓝笔画在静脉上 藉此让皮肤看起来白皙一点 喔这个好聪明喔 还用蓝笔耶 蓝笔画在 就直接画在静脉上面 这样子皮肤看起来比较白一点 对 好白的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还算是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应该也没有到流行白 可是像我自己还是 比较追求白的人 还是 就算现在也非常流行 小麦籍啊 或是很健康的肤色 那第五点呢就是 硫酸美白牙齿 是以前的人很先进耶 我们现在大家也是在追求 美白牙齿 牙贴啊 或是贴片啊之类的 以前的人生硫酸 格鲁基亚人呢 过去会用一种 含有硫酸的粉末 擦牙齿 虽然髮廊脂会因为这样被破坏 不过牙齿会看起来比较白 不过呢 当时的有钱人还是能够 附在那起植牙 但是恐怖的是 当时植牙的牙齿 有很大部分都是来自 滑铁卢战役上 死掉了士兵的牙齿 所以 其实很可怕 你的牙齿是死掉的人的牙齿 虽然19世纪末有出现 陶瓷痣的假牙 不过当时呢 很多牙医还是比较喜欢用真人的牙齿 对 这好 这个就是 以前流行的 妹白牙齿 第六点呢 是 染浅色的头发 在15世纪的时候呢 呃 流行 染超级超级浅色的头发 当时的女生呢 会染浅色的头发 让头发看起来更轻 不过当时的染法技术 要等到好几天才能够染完头发 12世纪的时候 记录下来的染法步骤是这样的 先涂上混合物之后呢 会用树叶覆盖头发两天 诶我无法想像诶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以前的人很厉害 这是不闷吗 如果 我就觉得那个头皮屑或是这个这个 就是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诶 然后呢 之后再把第一次药剂洗掉 再涂上另外一种混合物 然后再树叶再包四天 诶 就你接下来要再包四天 不能那个 不能洗头 然后我接下来我也想要就是 插播一下跟人分享 因为我很喜欢看YouTuber 然后我那天就看一个YouTuber 在介绍那个什么 洗澡的由来嘛 还是香水的由来 就是法国人以前都不喜欢洗澡 而且我发现 其实好像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稍微就是 但我这个是我是听的啦 然后我有些部分可能忘记 但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知道好像 在以前罗马的时期啊 就是疯狂洗澡 罗马澡堂嘛 然后后来好像罗马被灭掉 被灭掉以后呢 但我忘记下一个 下一个那个执政者是谁 就觉得说 罗马人就是太在洗澡了 才导致就是慌乱啊 淫乱之类 因为他们男女可以一起共浴 然后后面呢 就开始变得不洗澡 然后后面又开始洗澡 然后我记得 好像有一个女皇 从他出生喔 他出生他这辈子洗两次澡而已 出生洗了一次 然后结婚 那个晚上洗了一次 就你以前的人 诶 女生都会有那个月经呢 然后我真的无法想像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他下面都不洗澡 而且他只有结婚那一天 而且我就不禁的想象到 那他老公应该只有 就是在他结婚那一天 没有闻到过意味 他接下来的日子 真的是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以前的人很奇怪 就是怎么有办法接受 好 接下来呢 第七点就是 超系的蚂蚁腰 超系的腰身呢 是从青铜时代开始流行的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欧洲人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流行的 当时人的塑身衣呢 会把女人的腰 拉成难以置信的蚂蚁腰肚 蚂蚁的细 那么的细 形容量子 从图中可以看到 这个对内脏器官带来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来观众朋友们 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看一下 UFO1039 你们看我们小边把他拉出来 你们看 这一个 旁边比较宽的是正常人的身体 然后 因为我自己这边看出去是右边 右边这个是正常 我们现在正常人的五脏六腑 然后左边这个是 这整个肠子都变了 然后肋骨也变形了 这是以前流行的那个食物 蚂蚁细腰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想到那个 裹小脚 我看一下我没有裹小脚的图 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在历史课本上面 有看到裹小脚 他的那个脚趾 整个就是我们的脚像不是这样正常的脚吗 裹小脚的脚是整个是 握起来的 或是你们可以自己上google查查看 裹小脚的图 那个脚会变得多么可怕 对好 接下来呢 那边上面是以上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故人的审美观 就是具备了以下几种标准 第一个呢就是要 乌法禅病 禅是那个 禅叫声的禅 说的呢是女人的 秀法乌黑亮丽 站起来的时候呢 禅法像黑瀑布般 倾泻而下 有光泽呢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所谓禅法 禅病 是指两边的病法要薄如禅的两意 所以呢禅意 禅就是那个禅叫声的禅 意是翅膀那个意 禅意语呢 来自于魏文帝的后宫一个叫做 莫穷素的美女所书的发型 她的禅法书的像禅意一样多而且美 工作的其他女性 就是相争模仿她的发型 因此禅意的意思就 广泛的就是开始流行起来 现如今呢 女孩子基本短髮齐耳 很难在街上看到 长髮飘飘乌黑亮丽的景象了 对那我觉得这个禅意 其实我也很难想像 因为这个图呢太小了 我很难跟你们分享禅意到底是什么 那你们可以自己上Google查查看 禅叫声的禅 义就是那个飞翔义的义 禅义就可以知道字数成怎么样 好 第二个呢是 云并物环 这个字念环吗 应该是 云并物环呢是形容 女生的法迹 如云雾一样 一样高高高的竖起 哦这个就是这边这边就有图了 这个实在是很能令人想想的 你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这个图 其实就是古时候的女生把头发 就是盘 就是盘的高高的就是了 相传呢 法迹的由来是女娃所创造的 他是用羊毛编结 成细绳 然后把它细在头发上面 再用竹枝把头发盘成继 然后前汉 前汉成帝的 宠姬汉德 他在沐浴的时候呢 喜欢在头发上面 撒一些香水 再把法师轻轻弄成继 继就是那个小继子的继 呃 模样十分的迷人 因此很得 汉帝的宠爱 然后呢 后面的马皇后呢 头发又长又浓又命 他的头发可以高高的挽起 法继子 剩下的头发还可以在缠绕 法继三圈 到了汉顺帝的时候呢 大将军 梁继的妻子 孙寿发明了一个叫做 舵马继 由于相当的优美 因此这种发型 成为一种风尚 许多侍女生生的模仿 反正 反正我觉得这个继的意思就是 把头发 蝉的高高的啊 就是应该就是成为一种 忌吧 你们应该知道忌是哪个忌吧 就是小忌子 小辫子那种 那个忌 好 接下来呢 他们还流行 额眉清带 周朝的女人流行画眉毛 先把眉毛剃掉 很可怕 再以带 来自由描绘眉毛的形态 所谓的带呢 就是用笔 把眉毛处涂黑的意思 所谓的额眉就是 眉形像额的翅膀 那么的淡的 那么的淡 然后又很自然的眉毛 这种眉毛是当时最流行的眉毛之一 好 接下来呢 流行了 明眸流 免 除了 这个字很奇怪 你们可以上那个我们的YT看一下 明眸流免 他的眉是一个木字旁 再一个很像起干的概 明眸流免 除了嘴巴以外呢 眼睛也是传达 盛情工具之一 明眸嘛 眸就是眼眼睛的意思 有句成语说呢 眉目传情 说的就是这一回事 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自古以来就是形容美人 美人重要的条件之一 所谓呢 明眸 指的就是又黑又大的眼睛 而流免 也就是俗称的抛媚眼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猪 唇 好齿 猪唇 猪就是猪杀的猪嘛 那其实这个就是容易理解多了 那就是唇红齿白吧 所谓呢 猪 唇 清起 背齿 微露 红唇不仅可以使牙齿 显得揭 而白心的牙齿呢 更能衬托出 嘴唇的鲜明色彩 因此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就跟现在的审美观差不多 还有呢 接下来就是 欲指素臂 自古以来呢 手指纤细的人 多半相当充盈 诶 这个我 我不知道这是念相学吗 指尖细细的 表示具有智慧 肘部丰满的人呢 还有手臂圆润的人 容易成功 最理想的手指应该就是指头尖 然后你的手指细长 符合这些条件的手指便是 呃 便是古时候的人所称的鲜鲜玉指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胖瘦得矣 第一个呢 就是唐朝杨贵妃 呃 比较丰盈的美女 算是贵妇型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汉朝的赵妃燕 她就是纤细的美女 她非常的气质 所以这两种 这两个就是 不同时代 流行的美女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大家这首歌 是王力宏的美 就是每一种美 都是一种美 三人回来 这首歌 这首歌 是王力宏的美女 是王力宏的美女 就是王力宏的美女 是王力宏的美女 是王力宏的美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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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我结果我真的太饿了我一直失眠到7点我才睡着然后我就整个睡得很不好然后10点多的时候我又胃很不舒服的起来然后我爆想吐的是超级想吐然后我又赶快我家对面就有一家那个早餐店然后我就只好就是很想吐 可是我又知道是因为我胃太空了然后我只好赶快去买早餐来吃对所以我今天所以我真的觉得女生如果要减肥的话可能还是不能这么胃空然后我妈刚跟我讲了 他就是说要喝热牛奶好像才像吃吃橘子好像是不对的应该喝热牛奶对就是我自己的减肥经验分享好那最后呢跟大家介绍最后两个最后三个就是莲布小袜 莲布就是我莲是莲花的莲莲布小袜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嘛就是要铲竹铲竹的时候呢脚变得很小然后走路的时候就很像踩在莲花上面那种小布小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非常变态 然后第九个呢就是红妆粉饰粉就是粉红色的粉饰是那个装饰的饰就是女生脸上化妆的意思啊就是抹粉啊化妆之类的 那第十个呢就是肌肤芬芳美女的肌肤中呢必须要带的芬芳的香气不过并不是胭脂的香味而是由女性肌肤中自然散发出来的香味 春秋时代呢月王勾建成把绝色美女西施献给了吴王大夫 据说呢西施身上便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香气 他沐浴过后的洗澡水被称为香水泉 宫女们都争先恐后的希望得到这种香水泉 如果把这种水洒在屋子里面整间屋子都会弥漫着迷人的芳香 还有除此之外呢汉朝的赵飞燕还有刚刚说的那个河德 唐朝的姚荫以及清朝的香飞 据说都是肌肤中带着香味的美女 可是其实我听过香飞很像他不是是狐臭吗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就是对啊现在谁的身体中真的有办法自带这种香气啊 真的你像狐臭过后你待的地方才都会是狐臭味 然后洗澡才会一直有那个味道一直存留在那边 所以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西施的味道 西施虽然有狐臭哎傻眼 他让我有点那个那个什么梦碎了 然后以前的人的化妆啊像我刚讲到红妆粉饰 所谓的白粉啊其实就是千粉千白 在这边呢以前也有人称就是称这个签就称他为粉 据说呢这个粉是夏商周这个夏宇发明的 不过也有人说是商王商商朝的时候咒王所做的 然而呢女性普遍涂在脸上的白粉 却是在周文王的时候才开始广为流传 呃现如今的护肤品已经琳琅满目了 当然素颜美才是大家所接受的 至于红妆呢女性 是将一种称为猪的染料涂在脸上 猪就是猪 猪杀那个猪 后来才懂得使用胭脂 据说胭脂是北方匈奴所发明的 厌国厌朝的时候 厌国便栽种了很多制造胭脂的植物 匈奴呢称自己的妻子为 于是也就是可爱如胭脂的意思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古时候的 审美观跟现在的差别在哪里 那也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上网搜寻 菲林联播的南台湾之声 还有搜寻我们的YTUFO1039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全部的小铃铛 还有我个人的IG 搜寻 DIDIR.MOU就有了 或是打磨这题 就会有 好 那最后这首歌呢 我要送给大家的是 王大伟的美丽 就是不管所有女生是 高海胖瘦啊 如论如何怎么样 都是有各自的美 好那大家下周见罗拜拜 好差不多2点16 OK好